總統賴清德上午出席台中朝陽科大活動 替暑期志工隊授旗也給予鼓勵 不只和年輕人面對面互動展現親口力 也藉機會推出七年相關利多政策 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賴清德推出政策牛肉 要補助私立大學五成學雜費 減少公私立大學學生就學落差 減輕經濟負擔 獲得學生鼓掌較好 而賴清德連日來不只在自己官方YT上面 開發許多新單元 全新計畫Light Weekly IG上還發動借問賴答 讓賴清德親自回覆網友各式各樣提問 陸空佔齊發 而最新民調顯示賴清德在藍綠白三角都中 以百分之三十六點五穩作第一名 不過對手柯文哲民調上升四個百分點 也不容小覷 至於侯友宜則是崩跌奇葩支持度 2024選戰各方人馬積極強票 選戰越打越熱